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走出困局 找到生命力量 曾经参加歌唱选秀比赛 获得冠军的歌手张云精 曾在访堂中提到 参加比赛 是他人生中的一场意外 由于个性低调 不爱出风头 一戏之间 变成美光灯下的公众人物 让他非常不适应 因此他隐藏了自己真正的想法 也承受外界对他的各种评论 有一段时间 张云精经常失眠 且时常会感到全身无法动弹 他到处求神问谱 都没有办法改善 内心感到害怕和绝望 直到有一天 朋友邀请他去到教会 张云精说 当他听到诗歌里唱着 耶稣 我是你最爱时 他不禁热泪盈眶 他心想 耶稣 如果你存在 可不可以让我睡一个好觉呢 张云精说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是他许久来睡得最香甜的一个晚上 而不久后 他便决定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 那呢 接下来 张云精却接连遇到赏音出状况 与粉丝起冲突 跟唱片公司不合 和家人关系处不好 付不出房租等等问题 当时他觉得自己很糟糕 便问上帝说 上帝啊 所有的人都觉得我糟糕 你是如何看我的呢 而上帝却很奇妙地让他适时看见天空中有一群悲鸟排成微笑的形状 大大的安慰了他的心 张云精也想起圣经上的一句话说 因当仰望上帝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使得他更加明白 无论人生是在高山或在低谷 上帝永远都会在他身边陪伴他 而他也因着认识上帝 重新找到人生的价值 张云精说 以前唱歌是为了证明自己 但现在他唱歌是为了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 亲爱的朋友 当你遇到人生的瓶颈时 你会怎么去面对呢 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又会怎么去尝试改变 故事中的张云精 在人生的尽头中 因为认识上帝 使他的人生找到一个全新的色彩 并且有了对明天对未来的盼望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盼望是人在困苦当中 能够坚持下去的力量 而上帝便是那位 使人有盼望的神 只要有上帝 我们就可以不失望 只要有上帝的力量 上帝的恩典 总是够我们用的 而一个内心有上帝的人 他的内心会充满的盼望 充满生命的力量 因此他所流露出来的 就是有永不失败 永不放弃的信心 亲爱的朋友 你期盼自己也能得到盼望 得到生命的力量吗 美好的明天 是临到那些对明天 有盼望的人身上 今天鼓励你 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 上帝必会带领你 突破人生的挫折与低谷 使你对明天 对未来充满盼望 尽力上帝 为你预备的一切美好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 早安EZ GO直播 士林凌凉堂 祝福您平安喜乐